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且百分百是台湾之道 超级亲肤 它的纯天然乳胶含量高达了93% 并且是无缸圈设计 这样穿着就不勒凶 抗军能力大于99.99% 就算在外头跑一天也不怕 有什么汗臭味 也不怕穿着难受 好 那我就要穿着我这三身战袍 去会一会摄影师啦 第一站我来到了圆山娱乐中心 圆山剑坛这边是我第一次来 没想到居然这么酷 那个剑坛那边有一个 什么圆山表演艺术中心还是什么 简直太朋克了 我感觉我好像穿越到了50年之后 这种超现代感 就是今天这个眉毛画子怎么那么淡 有点厚乎 保龄球馆看着还挺古老的 不知道等一下我拍摄会拍成什么样子 这种有场景的地方拍照还挺紧张的 正在整理发型 外表云淡风轻 内心慌的一批 是你老师开始指导我了 保龄球的这个活动项目在我们那儿 好像不是特别普及特别多件 我每次打保龄球都是在台湾 但是呢我的技术又特别不好 感觉自己打了得有七八场吧 好像只能中那么一两个 在保龄球馆已经睡完了 然后现在呢要去换新的一套衣服 在我这里看我现在出门 居然要戴两套衣服 所以换上了这一顺 为什么感觉显得我那么胖呢 还是我本来就胖了 就还好吧 我上学的摄影老师已经会把我拍得很瘦了 从原山拍照完之后就来到了北车附近的天桥 已经是日落时分了 站在这里看城市觉得特别美 哎呀嘴画的也太红了 了解台北的大家一定知道我现在呢 而在那个中校西路的天桥上 觉得我后面这栋大楼特别的引人注目 因为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楼的住户 怎么可以这么密密密麻麻的 好像鸟巢 对鸟巢体育场 接下来的景呢就是在这个天桥上拍摄 摄影大哥正在看哪儿好看 来看看最后成片吧 其实这次拍摄还有一个我觉得有一点 不合适的地方 因为我在台湾住的最久的地儿其实是新竹 但是呢我去跑到了台北去拍那些写真 那不是说我觉得新竹不好啊 是因为那个去台北拍写真 可能对我对摄影师来说都比较方便一些 其实每次假日出去玩的话 我真的很少会去台北 也是借着这个去台北拍写真的机会 也能够好好的看一看台北 那像最后我们拍摄的地方 是在北车附近的那个天桥上 在台北去到次数最最最多的地方 我每次去台北都会在北车 但是我从来没发现过有那么漂亮的天桥 在天桥上也能看到那么好看的城市的景色 不仅能看到我经常会到的这个台北车站 还能看到那边的台北101 在拍摄的过程中呢也有很多行人都在天桥上驻足 然后拍拍照片 真的我估计十个人里有八个人得过天桥的时候停下来 然后拍照 突然想到了我毕业的论文写的是关于美感的相关研究 我有印象第一点提到的还是说生活中处处都充满了美感 但是我们要善于去发现 虽然论文是早就写完了 但是我发现好像自己并没有在生活中很好的去践行它 那这一次在台北的拍摄经历也让我意识到 美真的是在我们四周的 但是我们要用心去观察不能把眼光只驻足于 就手机上的那小小的一个荧幕 那最后呢也非常感谢我人生中可以有这样一段经历在台湾 说出来还有一点点伤感 嗯 期待我人生的下一个旅程 不知道那个旅程将会发生在哪里 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